昨天,小明和小莉在公园玩耍 小华看到了边上前问 小明,小莉,你们在玩什么,我也要玩 小明生气的说 你走开啦,我们才不喜欢和喜欢骗人的人玩 小华说,啊,我哪有骗人 你乱说 小明哲回应说 我没有乱说,你明明就有 小华哭着说 我没有,我没有 小明妈妈见状便上来询问 发生了什么事 小华怎么哭了 小明说,我们不想和他玩,他就哭了 小明妈说 你们不是好朋友吗,怎么不一起玩呢 小明和小明妈妈说 妈咪,上个星期内我们约好 到图书馆写报告 结果时间到了,小华还没来 我们打电话给他 他一下子说,已经出门了,一下子说五分钟就到 一下子说,脚踏车坏了,后来又说 他跌倒,扭伤了脚 我们担心地跑到他家去看他 结果他还没出门,害我们白担心一场 小华哭着说,对不起了 因为他迟到被你们骂,所以才说谎的 其实欺骗大家我也很难受 小明生气地说,哼,一开始老师说,不就好了吗 这时,小明妈妈说 小华,说一个谎言,隐瞒错误 之后可能要说更多的谎 等到真相大白时,受伤害的还是自己哦 小华哭着说,知道了,我以后会做个诚实的小孩 好,今天的故事告诉了我们什么呢 我们要做个诚实的小孩,而且要守时 比如说,今天和朋友约好了 早上八点到图书馆 那就要早上八点到,不可以超过八点哦 这样的话就算是迟到了 要做个诚实又守时的孩子 三三九宝贝们,你们都学会了吗?加油!